Q&A Q&A 我們已經經過兩年了 這兩年來 遇過好困難 甚至受到挺大的人 人的相處上的困難 那時候你自己怎樣想 其實是我們最初最記得 我們開張的時候 給任何的餐廳 尤其是社企餐廳 是發育我們差不多 第一個月就已經賺錢了 頭兩三個禮拜已經可以打平了 是一個奇蹟來的 但原來真的 聽章和見聽這兩批的人 原來在工作上會產生矛盾 初中我們發現 管理說他要解僱一個人 他告訴我們已經解僱了 我們好像很震驚 大家經常說 蛤 解僱了他 我們需要了解 那時候你也要找 我們找的時候他還不敢見我們 我們去掛責他 他覺得沒用了 怎麼說都沒用了 後來我們很放開地跟他說 不是 我們很想了解他 他才慢慢能夠說一遍 才發現原來是我們不能夠包容別人 後來我們餐廳曾經去到一些人事的關係 變動 我們馬上換過一批人 當時我們很開心就能夠再請到兩個 很多有心 是的 我們能夠信賴以賴的朋友 作為一間非謀利社企 食店成立的目的就是希望建立一個平台 為聽障人士製造更多就業機會 從而希望影響到更多的有心人可以去訪校 建立更多這些平台 給聽障人士機會去學習成長和就業 也因為是這樣 營運食店是很需要一些有耐性和有經驗的領袖 擁有多年營運素食館經驗 而且本身都是老闆的William 是一個很適合的人選 本來以戒退休年的他 因為覺得自己還很有工作能力 而且又可以幫到人 所以就來到食店這裏擔任經理 William深信只要付出真心 相見之間就不會存在有隔膜 而且他還想出很多提議 好像一起去參加首宇班 一起吃宵夜 一起大鬚鎚 他希望透過這些集體行動 可以建立彼此間的關係和團隊精神 主要我們在前線工作 就是希望你們自己有個信心 就不會學外面有些公司通常都是安排在後勤的 那這個後勤他發揮不好他的能力 還有對於信心又越縮小 那在前線工作他接觸人比較多 那時候他做了東西上來就比較熱誠一些 我們安排他在大家平起平坐 就沒有分比齊或者階級觀念的 他們做到見聽人的工作 而見聽人對他們都不覺得他們是聽將的 我們就有一個大掃除的項目 給大家同事去做的 做這個清潔工作的時候 就沒有說誰高級低級的 全部都一起做同一個工作 只是分擔崗位不同 令他們更加有合作精神 和默契更加好 小小的夾身就大大地加強了 員工之間的感情和默契 不單止令到大家做起事上來會很暢順 最重要的是這種和諧融洽的氣氛 增加了他們對食店的歸屬感和工作的效率 來到這裡的時候 招呼人那些都沒有做過 是嗎 那時候怕不怕呢 一開始是很害怕的 慢慢慢慢做了 習慣了就不怕 反不大幫助 還有大膽一點 還有更加開心了很多 我想到有些客人來吃東西 因為他們不知道你是聽不清楚 那會不會因為你幫他們做事的時候 有些客人會不開心你們 有沒有試過這樣 曾經有一次試過是被客人誤解 來到坐下 他們說得很快 我說不好意思 你有沒有說慢一點 然後客人說 你聽不到 原來你聽不到的 當時我心情覺得很難受 好像很不尊重感受 有沒有試過因為碰到這樣的客人 而令到自己不開心 甚至想放棄 放棄我大膽 反而不要緊還有很多 非常好 不單止不放棄 反而跟自己說不要緊 還有很多機會 有一次有個客人丹律 那段早上 咦 有個客人丹律 我就想 不如給他驚喜 幫他慶祝丹律 走完歌 姐姐今天是否來丹律 對 不如我們為你唱丹律 走完歌 想不到他有一天 那麼難忘的丹律 很開心 然後他給我拍照給我 他用拍照送給你 對 因為他很開心 很意外 沒有想過這樣 背背發自內心的真摯行動 感動到一班食客 這件事令William領略到 原來只要給予一個空間 給他們機會發揮 既可以幫到他們提升信心 投入工作的同時 亦都可以將他們內心的喜悅發放 感染著食店的每一個人 其實素食素食 真的可以有很多花款 花款之中 帶著一個很花款的名字 這些是常人想不到的 一定是像番茄的人才想到的 我自己都吃了很久 就這樣說 吃素食 大家都不太明白 這是甚麼 而且有時候 我很怕那些名字 是假雞 假豬 你過來吃素食 你又給雞 豬肉 所以我們完全沒有這些 唯一還有這個詞 就是這些 這個叫做咖哩無雞 因為有咖哩沒有雞 所以裡面就沒有雞 沒有雞 咖哩只是剩蔬菜的咖哩 意思就是這個意思 一般我們要吃咖哩 牛、咖哩、雞、咖哩 其實素食也可以 不要肉 咖哩 一些麵筋 或者蔬菜 有咖哩味又在那裡 給別人的感覺 跟平常吃的東西差不多 但我又在吃素食 挺好的 其實這個就來自如魚腸 但沒有魚腸 有牛沙鬼 還有菇 其他東西 所謂叫老有鬼鬼 因為我們裡面很多菜 都希望大家在街上 都想吃到東西 但我現在已經開始吃素了 我街上吃不到 我又吃素食 可以吃得這麼好吃 這個麵筋 大家以為是叉燒 其實是攬角和麵筋 所以它做的就是 攬頭 攬頭 這個就完全是原創於我 因為這個就是我們平常吃的 也有的 金菇、什麼菇、蠔油 那裡燒 全部都是雜菇 那我的名字 大家從耳機就叫 咕咕咕咕咕咕 這個名字 大家可以看到 眼後做餅 所以沒有那樣 做那樣 都不知道是甚麼 跟我們看電影一樣 為何要看預告 或者看卡士 一看到就說 這個名字 這群人做好像很好看 行不行 走進去看看預告 他說可以 買票 色香便會有 味是甚麼 就是進去看 果然很好看 叫人來看 味不行 就幫助一次就算 所以你一定要 色香味 它要全 我們真的要來 你看這個菇大到 嘩 多大 現在稍微這樣 切一半而已 那裡邊就是各種各樣的雜菇 雜菇 還有日本陪植的大花菇 謝謝 謝謝 一般人都覺得 素食館裡賣的食物 離不開都是那幾樣 而且還是素食沒有甚麼特別 為了改變大眾的這個想法 智慧花盡心思 首先從菜式的名稱入手 勢要引起客人對送菜的興趣 很多貼題又有趣的名稱 果然令到客人覺得 美味之餘又倒體 吃起來更加津津有味 另外 它又將很多受保羅大眾 歡迎的菜式變成素菜 好像咖喱雞 勃仔焗魚腸 改良之後 希望食客來到這裡 可以吃到國家美食不同的風味 要將這些主意變成事實 就要靠大廚、黃哥 其實我們見聽的同時 都很大的包容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會走多一步 大家會一起做這件事 他們不會覺得 你走多一步我走多一步 而是大家互相發揮自己的角度 去做回那件事 最開心是見到另外一位聽障人士 帶回他們的爸爸媽媽 帶回他們的親戚朋友 就來光顧 就是你會看到這個生意 他們當作這裡是他們自己的家 在那裡打手魚 你看到一個這樣的氣氛 你覺得已經是賺到了 對 就是這個已經是賺到了 只要大家能夠將心比己 將它變成你的親人 你家人的時間 你就會更加耐心 你更加用心給他們 給他們空間 還有給他們機會 你會不斷地 一次不行 兩次、兩次不行 三次 還有你的包容度會大 但是這個平等就可以是主於四海 我們平時只不過是沒有這個耐性 而且覺得 你來招呼我 你應該這樣 但是大家沒有去 你和他的地位 大家撩轉 如果有的話 其實人就可以很平等 我想說一件事 其實人的平等是來自甚麼呢 就是 今天你可以擁有一些東西 其實明天你可以甚麼都沒有 今天你可以很健康地走來走去 明天可能你就在床上 我自己試過 我記得有一段時間 有人來找我做事 我就說 這三個月不要找我了 我真的去廁所都沒有空 結果我跌斷了腳 三個月都坐在床上 有甚麼不空 甚麼都做不到 人生的無常就是這樣 就是說 不是你想做就一定有 不是每一件事都是天天下來的 那既然是這樣 為何不可以很平常心去面對所有的事呢 有一次我去了牟東的關部首賣單的 我走進去問驗主 我問是否要請人 驗主說 你等一等 有招職就打電話給你 我問你可不可以發電子給我 到時告訴你 好 OK 接著就到了 過了大約一個禮拜後 我繞到電話 聽不到 接著嚴主說 算了 好吧 拜拜 那一家我的心情 我很難受 但都不知道甚麼字 覺得很尊往 最多沒有感受到我的心情 而且沒有明白到我的不方便生存 那一家會有動自卑 還有不准再主動面對其他店 背背的經歷 亦都是香港現在很多聽障人士的困擾 因為社會上很多人都質疑他們的工作能力 以為和他們一起做事 還要照顧他們 但其實 在食店經營兩年下來 當見聽同事和聽障同事相處過之後 才發現 其實 商戶之間的付出和幫助 不是單向 是雙向 在這間食店 由開張做到現在的Jacky 可以說 在這方面感受最深 Jacky 我記得你好像不是在香港出生 我不是 你是在台灣出生 和家人 在台灣長大 幾歲開始來香港 十四歲 因為爸爸的生意不太好 所以爸爸決定帶我來香港 投靠 好像不幸地沒有多久 爸爸又過世了 因為我記得你跟我說 其實這對你的影響 當時的心情 失落都很大 當時來說 有一段時間我是接受不到 我很快處理了爸爸的後事之後 我就決定了一個人搬出來住 那段時間 基本上 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想怎樣 也沒有了那個 整個人很迷失 沒有了那個生命的目標 維持這樣的時間 維持了半年 也想過 真是想了結自己的生命 因為 真是最想報答那個人 已經不在 來到這裡之後 開頭的一段階段 其實我都還未放開 但慢慢接觸了他們之後 其實令我有很大的改變 特別是到現在 跟之前真的很不同 因為見到他們的笑容 雖然他們聽不到 但很奇妙 就是見到他們一上班 他們都可以笑得很燦爛 或者他們做事起來 都很有憧憬 他們人生是很有目標感 慢慢地 反而不是我幫他們 他們慢慢地 把我的心窗彈出來 反而真的好像一家人 有時是他們帶我出了 那個很封閉的心窗 其實我的感受是 人就是需要這樣 在需要的時候 我去聆聽一下你 去幫一下你 你去聆聽一下別人 令到別人開心 或者是幫一下他們 社會就是這樣 和諧很多 和諧運作下來 Jacky說 當初決定來食店工作 早就預備了 在自己工作之餘 會盡量去幫助聽將的同事 但沒想過 刀投來是他們幫了自己 將心情處於谷底的Jacky 拉出來 其實聽將同事發放的正能量 真是感染到很多人 不知不覺間 在和他們共事的時候 其他人也作出了很多正面的改變 萬興哥也很好的 你也知道我都是 習慣廚房的廚房佬 急不暗診的人 我知道了 我盡量會叫自己不要 我覺得其實 一個這樣的合作團體 其實我們不只是 對他們好 而對我們自己也好 慢慢地互相成長 我自己也需要成長 其實我初初出來做 次次活動也是 我早以為就是 我們一直在幫人 當你慢慢做下去的時候 才發現其實不是你幫忙 亦是他在幫你 你在包容的過程中 其實他反過來 是多了你自己的思考空間 去幫助自己 這是無形中的事情 所以做次次活動的時間 其實你會領略到很多很感恩的事情 自己今天能夠在這裏 還有機會去做這件事 尤其是大家來自不同的生活空間 但當你原來走在一起 大家緊張和見聽 大家都是人 大家可以走在一起的時候 你給了他 他就當作家人 當作你原來 原來你會這麼關心他 他就變成 在家和上班 都在一起這麼開心的事 這就是 我覺得這裏 我們能夠做到最好的氣氛 這裏是水煮 你最喜歡吃的 但我也不會煮的人 不如又是華哥你的名菜 其中一個很受歡迎的菜 好 你介紹一下 這個水煮就是聖瓜 牙手牙菜 有菇 還有一些紹菜 我吃下去的感覺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 因為有肉的 平時有肉 你鹹醬汁 它不會吸收得很重要 現在變成用素食來煮 經常咬下去 吸收了很多那些 因為我吃得辣 吸收了很多水煮的麻辣汁 平時我吃的水煮 很多是炒下面的華菜 因為那些華菜 浸了那些好吃的油味 就是這樣 所以我就說 可不可以不賣了面的東西 你只是給牙菜 現在我們就做了 做水煮的菜式 最重要是做到夠香 夠辣 夠麻 華哥說 做水煮聖瓜 步驟很重要 首先用滾油 輕輕地爆些花椒 和指天椒碎 帶出香和辣的味道 然後再加入四川的麻辣油 達到麻辣的口感 這樣就可以完成水煮的湯底 而選聖瓜 要選擇粗身和夠青綠 因為夠水煮 吃下去就不會糟糕 我剛才都大家說 原來我們扮了這麼久 吸引了一些人 吸引了一些團體 來看我們 有很多非牟利機構 包括在本地 和海外的非牟利機構 最開心地聽到有時候的消息 就是 北京來的朋友 上海來的朋友 他們說 同一個概念 上海都可以 北京都可以 他們會覺得 原來這件事 其實不要只是局限在香港 我們可以從一個概念 從不同的國家都做到 這也是我們 一直做很多不同的非牟利機構的分享 當然 當然本地的非牟利機構 有些就會過來取經 他們就說 我的機構未必是幫助聽將 可能是幫助其他不同的弱勢社群 用飲食這個方式行不行 用其他方式行不行 還有看看他們怎樣 在同工同酬 相見共用的環境中 怎樣可以令到 我們的受眾 或者是弱勢社群 發揮到它的強項 剛才正義長也提過 其實做下去 這個計劃和這個理念 不僅是可以做食物館 放進很多行業 大家肯試 慢慢都會有這樣 都會適用 最重要是從這個概念 發揮到大腦 一邊傳出去 不止我們 有很多人 都用這個理念 去幫助不同的人 和背景 或者不同身體狀況的人 都可以共處 然後令事情成功 這是大家都樂於見到的 太棒了 乾杯 其實大家覺得 有殘障或是聽障的人 你和他一起工作 甚至乎選一些溝通 會很麻煩 還有他們行不行 其實如果大家肯給機會 給多一點理解他們 就可以了 好像是他們說不到 他們用眼神 或者用一些很簡單的手語 我們櫃桌的人 去Pick up 這件事就做了 其實是很小事 其實都跟健全的人的工作 空間 群體 和做法 是一樣的 為什麼我們對一些聽障的人 不可以用相同的態度 相同的方法 令到這件事成功 令到社會更加和諧 我在這兩年多 感受了我們給他們所謂的愛心 他們的同事 他們說不到 或者不聽得清楚 但他們回給我那種感覺 那種愛心 是很大很大 很混亂很混亂 是用多少錢都買不到的 是我得著的 不是他們得著的 要做到人人平等 彼此關愛互助 絕對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在這間餐廳的員工 他們來自兩個不同的世界 從一開始 不知如何去和大家溝通 到現在不僅非常有默契 而且還互助互愛 在這間餐廳裡 我品嘗到來自不同社群的人 如何用誠意去衝破格幕 用愛心去建立默契 實現相見共融的人 情 這間餐廳 現在都有很多的 不是個々地方 沒想到 我們有一個 海外賓 是啊 沒想到 這個行為 我們都會再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